为了全力资源上海探疫的就职工作 在国务院联罕联控机制的部署下 国家中药管理局组织协调 来自的20个省份的中医医疗机构 共派出了9285名 其中有4支医疗队是整建制的接管了方参医院 那么在定点医院和方参医院 除了中药汤剂和中层药外 还应用了针灸、耳穴、穴位服帖、小额推拉 还有中医工法等非药物的疗法 也得到广泛应用 在方参医院还开设了中医药在线课程 带着患者进行中医工法的训练 深受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